2011年10月16日 美国黑人民圈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纪念园在华盛顿揭幕 该纪念园的中心建筑便是出自中国雕塑家雷一星之首的马丁·路德金雕像 今日雷一星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分享雕塑马丁·路德金的创作故事 抛析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时针拨回到2006年 雷一星受邀赴美国民意苏达州圣保罗氏 参加一个国际石雕研讨会 现场他创作了一个展现东方女性温婉形象的石雕遐想 征服了各国艺术家和众多观众 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纪演员的总建筑师杰克逊 当时雷一星还给杰克逊看了自己的素描集和雕塑作品集 杰克逊感觉到这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能出色地抓住作品中人物的灵魂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材质 他都能赋予其鲜活的神秘力 这也让雷一星从来自52个国家的约2000名候选者中脱衣而出 肩负起雕刻马丁·路德金雕像的主任 为了不辜负期待 雷一星排除一切社交 用四年时间潜行创作 终于完成雕塑主体工作 当雕像在华盛顿揭幕后 前去参观的各国镇样 艺术家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参观者都能在现场了解到 这座雕塑是由中国雕塑家雷一星创作的 随着马丁·路德金雕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到扩大 雷一星和全世界雕塑家的交流更多 也更容易了 这让他在长沙举办国际雕塑间的梦想也得以实现 2014年至2016年 由雷一星倡导的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 连续在长沙杨湖湿地公园举办了三届 每届都吸引了2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雕塑家 在此进行至少为期一个月的雕塑创作 最终完整的雕塑作品 永久落户 杨湖湿地公园 雷一星认为一件好的雕塑作品是城市的眼睛和灵魂 是人与人 人与环境互动的良好媒介 更重要的是雕塑节还让各国艺术家们看到更加真实的中国 热心的长沙人民 便捷的交通设施 多样的文化活动 飞速发展的社会 都让他们感到惊喜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意义所在